好 我們先請老師呢 您到我們OneNote的右手邊 這也是這個檔案對不對 那 其實這個裡面還有更多 有沒有 三角形 按一下有沒有更多 好 在這個三角形這邊 那我們今天呢 會用到的主要有 兩個 主要兩個 那原則上 其實各位如果剛開始錄影的話 可能用這個Ati Printer 應該是對大家比較方便 我平常倒不是用它啦 但是用它有個好處 因為昨天 或者平常 老師應該都有用Power音對不對 也沒有Power音不熟的 應該就不可能坐在這裡嘛 欸 因為它的介面跟我們Power音很像 所以老師 實際上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 熟悉度很高 而且它有中文 那我平常比較常用的 其實是這一個 Depart Video Control 就像您剛剛看到的 我 就是用比較習慣之後 我盡量減少後製 因為後製要不要花時間 要 對不對 我通常現在回去做 比較會做的 主要是一件事 你就把標題重新再整理一下 因為也許有些 比如說像我現在 剛剛我有整理一個主題 叫做我們這一段的 是不是要下載免費錄影軟體 可是萬一我可能又多講了一個主題 我回去就再補進去 或者 欸 我可能沒講完 我就變成支一 然後支二 就再補另外一段 類似像這樣 我會再整理一下 我會盡量減少剪輯 可是 因為剛開始大家在用的時候沒有那麼熟 所以 你也許多多少少會需要用到剪接 那這個時候你用這種Edgy Printer 可能你就會覺得比較方便 另外呢 我們在下面這裡有個連結 有沒有 微力導演 那微力導演的話 現在最新版是14 可是他有推出一個就是特別版 那那個部分呢 有功能限制 可是呢 我們上課用的那種剪接啦 都OK 都還OK 那這個是永久使用 就是他有一個功用序號 永久使用 所以老師呢 如果你有需要 今天沒有帶隨便點沒關係 反正回去進到玩偶 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另外呢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一點 叫Focus Guide Focus Guide 這個部分呢 會跟我們 等一下我跟老師看的 給老師看的這些phrase 他是很雷同的東西 好處是 他是一個單機版 目前我是還沒有 就是都只有在課場上介紹啦 沒有在延期裡面特別介紹 好 那等一下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跟老師介紹一下這個 因為這個也是免費的就可以做了 好 比較不一樣的簡報方式 因為平常大家用的簡報方式都叫做 微軟就等於簡報嘛 所以大家都只用PowerPoint對不對 可是除了PowerPoint有沒有其他的選項 有 現在選項很多 所以其實不要止局限到PowerPoint 偶爾換一下口味 可以讓人家有不一樣的感覺 好 那怎麼下載呢 你看一下 如果是第一個 第一個 你點一下 就直接按下載 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那他有可能會告訴你說 超過檔案大小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下載下來了 這是第一個 這是我平常比較常用的 那如果檔案比較大的 因為第一個檔案很小 那你看我們 如果檔案比較大一點 像這個 點下去 這個好像四十幾 你按下載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因為檔案比較大 有沒有三十四個啊 所以他會問你 他就沒辦法幫你掃描嘛 那就按人要下載 這樣還是會下載下來 好 那你下載好之後 你可以按一下這邊三角形 因為大部分很多老師都是 直接點中間嘛 你可以先按旁邊這個三角形 你就知道他下載在哪裡 預設都在我的下載裡面 點一下 有沒有 我剛剛有下載了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呢 你點到他 按右鍵 鍵盤上的右鍵 不不不不 滑鼠上的右鍵 好 有沒有解壓說支持 把它按一下就好 哇 糟糕 這個檔案有錯誤啊 欸 我看一下喔 如果這個新版本不行的話 各位你可以先下載那個 5.5這個版本 好不好 因為這個都有中文化 我都把它做好中文化 所以都可以 好 但是這個版本 你可能就要麻煩您到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有一個這個 右上角這個 好 這個你把它點一下齁 滑過來之後點一下 一樣出現下載有沒有 下載 人要下載 用5.5 用6都還好啦 都還好齁 所以您就可以這樣把它下載下來 其他的也是一樣 好 你看我們這個威力導演 這邊也是一樣 你往下走 點過去 一樣我都放在雲端電碟上齁 所以 這裡您就點到他 有沒有 就下載 不過這個檔案比較大一點 900多 所以我 在我們這邊網路速度比較慢 所以我必須要 一個一個先幫大家 扣進去齁 但是你回去應該還好 那它的序號啦 還有它的一些限制 好 就是功能的限制 我有做一個說明在這邊 好 做一個說明在這邊 所以你也可以做參考 好 因為等一下安裝完之後 它會要您打入序號 你就可以用那個公用序號 直接來用就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就麻煩老師您先下載一下囉 下載哪幾個 三個 您先下載這三個 第一個 Tippa Video Capture 第二個 我們就5.5這個版本 AtiPlan 5.5的版本 再來就是 威力導演就不用了啦 威力導演不用 我就直接先Kona老師桌面上就好 OK 來 我們把畫面還給大家